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收看NGO观点 我是季慧荣 联合国将每年的5月15号 定定为国际家庭日 而且强调说 幸福家庭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 今年他们更将主题定为 促进社会融合和待见的相连 其实台湾在外配 还有大陆配偶 已经达到了47.7万人 这个人数相当于原住民的人数 所以可以说台湾早就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社会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 真的从心里接纳这些新住民 而且疼惜台湾媳妇 其实我们看到真正的要认识 还有接纳这个多元文化 才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而语言又是能够了解这个文化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微信 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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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语加烟学堂 邀请很多很优秀的老师来这里 帮他们建造一个新的舞台 也为台湾的民众提供一个免费学习 东南亚语言的机会 每一期的课程有八周 一周两小时 从去年十月开办以来 民众们反应热烈 为台湾人打开一扇窗 看到异国文化 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已经会讲到 全部在文化 那其实就会了解他们平常的生活 佩湘是南洋姐妹会的干部 一直为外籍配偶的权益而奔走 现在也为母语教学而努力 蛮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让我们新移民来练习 怎么样来把这个 这个的语言或是文化来 跟大家分享 来上课的学员 有的想做文化研究 有的想担任国际志工 有的则是想到当地就业 透过音乐 除了更了解 台湾的移民工的音乐文化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 对南边文化很有兴趣 我们可以找到一批 愿意教的外配 那他们也对他们的母语很熟悉 那也会一点中文 那借由他们 然后来反向教台湾人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 是让台湾人有反向思考的机会 异国来台的新住民 必得学习国语 才能融入台湾社会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若转换个角度 学习他们的语言 也才能更了解他们 消弭陌生与偏见 真正做到族群平等文化融合 好 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 台北市赛政基金会的执行长 肖秀玲 谢谢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南洋姐妹会的副理事长洪满之 大家好 我是洪满之 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的社工专员 林诗涵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诗涵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内政部的统计 新著名的成长数 其实一直在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从2004年是从33万 一直成长到今年2013年3月的最新统计是47.6千 差不多47.7万人 其实它是一路这样成长上来的 那有这么多人里面 其实我们刚刚也看了那个影片 现在反过来是台湾有很多人愿意去学习这些新著名的语言 那我们看到这样子有五国包括柬埔寨 然后泰国还有这个越南等等的语言 大家都在学习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秀玲 你看到的 就是说过去可能是我们开了所谓的市制班给这些外配 可是有很多人说其实不是市制班 叫中文班 可是现在反而开了这个越南语等等语言 你觉得这是不是台湾一个进步 然后又代表了什么 对我相信这个绝对是的 就是说从刚开始新一名姐妹们 她们来到台湾 当然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 就开始学习 那到现在已经其实十多年了 渐渐她们更了解台湾的状况 那台湾在看到这么多的姐妹 在这个地方生活 其实我们也会对她们的国家也希望多一点的了解 然后也去学习她们的语言 这当中可能还包括有的像刚刚影片里面有提到 有的是希望去做服务 有的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们有同仁也去上课了 赛珍珠的同仁 我们的企划专业是台湾人 他去上就刚刚那个越南语的课程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他觉得多学会一种语言 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一种帮助 那也可以跟我们服务的这些新一名的家庭 做更快的一些互动 满芝你有在里面担任老师吗 没有 这一次我没有 是别人 但是别人担任了 那都是你认识的姐妹们去担任吗 对 那她们在教的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给她们一种鼓励跟自信 然后也是一个让她们就是练习当老师的一个 平台这样子 其实当了老师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感觉很骄傲 我能够介绍我自己国家的语言 我看到的去当老师的姐妹 她不是用骄傲的心态 她是觉得说原来我可以去当一个教节目 在或越南语的老师 原来我原本的可以认同我自己母国的一个文字 然后一个语言可以在台湾就是很多人都有兴趣 然后她也觉得自己有成就感 也更有自信 其实四方报在台湾真的很有影响力 因为她办了各种语言的报纸 然后又开了这个语言班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语言班 我其实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我自己前年的时候 我也去上了这样子越南语的课程 也是用新一名姐妹上 对可是我不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 后来就几次之后发现时间太急就没去 那我发现很有趣的是我那个特堂上有三十几位的学生 还蛮出乎我意料的 而且是从年轻的像我这种年轻的人 也有到五六十五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也有 那我觉得她很反映的一个台湾的社会趋势是 其实我们台湾越来越看到 我们跟东南亚的关系是密切的 我们包括经商包括工作 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是到越南到柬埔寨 到菲律宾去工作的 那现在不是只是说 我们要透过这种学语言的方式 来认识在台湾的新移民 而是它是一个跟国际接轨的一个过程 我们怎么透过学语言 我们是能够把我们的视野开拓到东南亚这些国家去的 那我就发现说 其实这个民间上比我们政府还更快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民间的课程现在慢慢越开越多 那政府在这个部分的脚步 好像就嫌慢了一点点这样子 而且这个四方报所开的语言 语言班我知道的是不用钱 那为什么会愿意这样的服务 而且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需求 其实也看出来语言是了解多元文化的第一步 那台湾有这么多的新住民在我们这儿 其实我们也来看一下分析 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国籍 新住民在台湾的国籍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一大块 就是大陆跟港澳的 就占了6成7 是非常多 将近这个七成 那其他的呢 第二高的是越南18.45% 印尼是5.82% 然后泰国呢 是这个是1.75% 菲律宾是1.58% 那其他是4.88%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真正的是在这儿 那我很想请教秀琳 是不是大陆跟港澳他们在适应上是非常快的 因为没有语言的问题 应该是说跟我们的文化还有语言比较接近 但是不代表没有这当中没有差异 我曾经听过有一次有一个人 就是找一个同乡会说要找通议人员 为大陆的姐妹做通议 那我们想说怎么会要通议 原来是有一位姐妹 她是从某个省来的 她的那个香音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当她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一般人听不懂 那就需要找通议 所以有这样的情形 那另外就是说 即使语言文化很相接近 但是生活习惯各方面 其实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只是是比较接近 所以他们在一些生活的适应上 会比较快一点 相较之下 可是你来自越南 你来台湾几年了 我来台湾15年 在适应上有没有困难 越南现在算是第二多的嘛 对 那可是你在适应上有困难吗 回想当时 有很多困难 就是比如说 像我自己第一个困难就是气候 因为在越南 大部分姐妹都是来自南部 胡志明市跟胡志明市以外的省份 可是在越南的南部是天气只有两季 对 然后就是下雨跟没有下雨 然后那个温度最凉就是27 28度 其他就是30度以上 所以你来台湾第一个觉得好冷 冬天的时候 而且很长 很长 不只是冬天 有一位姐妹跟我说 她大概10月的时候 刚结婚过来 那10月我们觉得那个天气是很舒服的 对 可是她一下来那天是有点风有点雨的 她就已经受不了了 就一直发抖 半年不敢出门 真的 那你还有什么样的不适应 一开始我来的隔一年就那个有921地震 然后就会被吓坏了 我想回去 真的 为什么地震 在越南没有地震 然后在台湾一直地震 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很很害怕 然后很恐慌 因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对 然后因为我刚融入夫家这个环境 其实没有办法 还没有办法知道说 夫家的成员对你是真心还是假的这样子 所以你就会很害怕 然后又一直地震 你怕有一天你死掉了 你爸爸妈妈也找不到你这样子 所以那种恐惧可能我们没办法领受 但是可以问一下 语言有没有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一开始来这边语言是 因为我在越南当地有学一些国语 对 所以我语言的部分适应比较快 但是还是有一些用词 形容词 我是不会讲的 然后就需要去学 然后看别人怎么讲 然后去问说这句什么意思 这样子就一步一步这样学起来 真的不简单 不过我很想请教 你们这个国际家庭的协会成员 大部分都来自哪一个国家 大概也还是越南印尼居多这样子 其实还是像大陆姐妹比较少 跟我们这边仇著 就是提供他们在某种相近性 因为文化跟语言的相近性 比较不会主动求助这样 可能真的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来 那可能我们接触到 比较多的还是印尼跟越南 那印尼有没有特别在宗教上的适应困难 比较有趣的是再来到台湾的话 早期是因为非常多是印尼的华侨 所以他们其实在华人的习惯上 跟台湾是相近的 那后来比较多是有跟来台湾工作的 印尼本地的人结婚的家庭产生 那可能在这个部分 他们就会有他们的习惯 是希望可以保留的 比如说可能在宗教上 或者是在饮食上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反映了台湾的某种趋势 因为越来越多外籍老公来这边工作之后 跟台湾谈恋爱 其实也会有新的家庭的组成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外配家庭 在台湾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我最近有经验到一件事情 是像外配家庭 其实这些姐妹来到台湾之后 在台湾因为没有娘家 所以他们其实是靠自己一个人 在面对这个不论是家庭的压力 或者是面对社会 观看他们的眼光 那我觉得有些时候 其实是人家怎么看他们 这个东西是很重的一个负担 像我有姐妹就跟我说 她刚来台湾的时候 她就每天进出那个楼梯 就可以赶到那个旁边的邻居 经过她旁边的时候都会 有点那个侧眼看一下 她说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 的心态 就这样子进进出出 一两个月之后 好不容易 她每天都是笑脸对人家 人家都是这样看她 她就想说那奇怪 为什么这边跟我家乡很不一样 我们家乡是一出去 都跟我打招呼很和善 就会说话了 对 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这样子 然后经过一两个月之后 这个邻居还第一次跟她打招呼 第一句话就问她说 那你有没有寄钱回家 她就觉得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问她 她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其实在反映说 其实台湾人有时候 对于新移民的家庭 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奇 跟可能是有些善意的关心 可是她的对待方式 可能就会让姐妹们稍微觉得 有点点不是那么舒服 这样子 好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 不舒服的 很多 可以举例啊 我那时候刚来也是 然后直到现在也一样 就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人家会好奇 问说你有没有寄钱回家 然后你寄多少钱 对 这个问题 还有人在问 对 为什么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东南亚 或者越南嫁来的新移民 不够认识 对 然后一直觉得说 我们来是为了要寄钱回家 但是不会去想说 寄钱回家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因为作为一个女儿 嫁到那么远 其实寄钱回家是在 只是一份孝心 但是对 大家不会觉得 那个是一份孝心 对 大家是会觉得说 你来这边 你就不应该寄钱回家 你就应该只要 顾夫家就好了 其实台湾的女儿 也是会寄钱回娘家 她也会够自己的娘家 那为什么 外配就会特别被讲话 其实在经营这个新移民 在经营这个家庭 是不是有特别的困难和压力 你看 我想是有 那当然第一个可能 他面对的是一个 比较陌生的家庭的状况 那刚刚也提到语言文化 都完全不一样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要去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 我想我们一般台湾人结婚 都已经要去适应都很困难了 那何况是他自己理想背景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大概尤其是如果以我们基金会所接触的 有一些是比较早期来的 的确是家庭的经济上 台湾这边的家庭经济上也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他可能就要面对着 怎么去承担起家庭的这个经济的压力 然后再来就是他自己很快的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要去扮演一个媳妇的角色 而且很多姐妹来到这边一年之内 大概都会怀孕 因为必须要传宗接代 所以他很快的要去扮演这个妈妈的角色 这样一连串要去适应的过程 那个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压力 那我们台湾的媳妇会有娘家 很方便可以去清土 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但是对新住民来讲 其实这是很遥远的很困难的 其实我们说有娘家躺着 可是对新住民来讲 她的娘家在遥远的那个国家里面 所以对他们来讲 其实是蛮孤单的 那我们台湾的百姓 或是我们的民众 能不能真正的去接纳他们 其实这边有一份统计 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是教育部为了这个515国际家庭日 做的一个调查 她这边有发现说 六成以上的新住民 是满意他们的婚姻 而且有六成以上的新住民 会跟孩子分享新事 所以看起来新住民 这边还甚至表示说 新住民的家庭 可能还比台湾的家庭 要更圆满 那我不晓得 看在你们这些 服务新住民的组织里面 这个是不是有美化 还是真的反映了现实 来 诗涵 我觉得就是幸福家庭的定义 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定义 像我们有些家庭 他可能就是爸爸 可能真的就提早离开了 那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 在台湾生活 幸不幸福 我看他们也过得也还不错 至少妈妈是很用心 在照顾这个小孩的 那我觉得这个幸福 的确就是我自己决定 我到底的过了生活 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所以六成表是幸福 你觉得这个数目 真的是没有出入的 我觉得如果那是 他自己认定的幸福 那其实那就是 他自己觉得幸福 那重点是说 那我们台湾人有没有真的觉得 这样的家庭 是也可以过幸福的生活的 我们怎么在看待 这样的家庭 他其实还是有他的幸福在 不是只有双亲圆满 或者是说经济条件都很稳定的家庭 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其实他们也在努力过 他们幸福的生活 那你认为我们所接触到或是观察到的 当初他们很勇敢的来到这一块土地 然后在这个地方生活 其实他们就是下定决心要在这边好好的过生活 所以姐妹们其实通常对于一些怎么讲 要求不是很多 很多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这个家庭里面是被尊重 被接受先生对他好一点点稍微好一点 那不会打他骂他 那能够去跟他讲讲话 他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 其实他就觉得很满足 然后他很愿意在这块土地上努力的去付出 然后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去工作 或是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那就是一种幸福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查数字 可能没有美化 但是他认为这就是幸福 你呢 你认为 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姐妹 然后就像刚刚士涵讲的幸福的定义 就是每一个人觉得自己幸福的点在哪里 然后像我身边很多姐妹 她们很知足然后很满足 她们常常讲分享 常常就是聊天常常会讲说 你看我现在有小孩 然后我先生也对我好 我有家可以住 我有饭可以吃 我就觉得很满足很幸福 所以那个幸福的定义 其实我们看到新住民他们自己的定义 他们是满意的 不过有另外一个数字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就是说新住民的这个离婚的一个统计 这个也是让我们有一点点忧心 我们来看一下 在跨国的婚姻里面的离婚的统计 从1998年我们看到的是 2000多对里面 大概占了这个所有离婚的比例 新住民是占了6.06 可是到现在2012年占了24% 就是也有13000多 对不起 是13435对是离婚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离婚比例 其实我就很想请教 这个到底是新住民他们对自己的权益升高 还是说在适应上因为量多了 所以显出的比例也多 我不晓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自己接触到的姐妹 其实他们要决定离婚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是这么的容易 就是一个一个人他来到 像我们最近在服务的一个越南的妹妹 他就跟我说 他当初嫁来台湾的时候 虽然说他是因为家里有些经济上的需求 所以他来了 可是他也知道他来了 他就是跟这个台湾人组成一个家庭 他也很希望能够跟这个台湾男人在一起 是可以有幸福的 可是就两个人相处 的确就会有种种的困难 不论是在语言上想法上 或者因为两个国家文化差异上 所以导致生活在一起的 适应上的无法协调 所以让他最后必须得思考 到底是不是真的继续这样下去 对他来说是好还是不好 那我觉得他在今天一种非常漫长 到底挣扎 到底我要怎么做决定 才可以为我自己的人生 为我这个小孩的未来 有一个最好的盘算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说一个女性的自觉 就可以决定他到底要不要离婚 其实有时候可能是男方决定的 也有可能 对 你看到的呢 对我们看到的也是有一些是这样子 因为可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双方没有办法调整得很好的时候 那与其这样子一直痛苦下去 那不如说做一个比较好的结束 所以很多是经过协议 而去结束这样的婚姻的 那也有不少是结束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夫妻关系 不是夫妻关系 反而双方因为孩子的关系 可以去照顾的更好 也有这样子 其实台湾的新住民 我们说这个配偶大概占了台湾 大概我们说人口的比例 才有两成到差不多两percent 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受报的妇女 很多中途之家这种受报的妇女 大概有一半是新住民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婚姻是不幸福的 所以你再你看你周遭的姐妹 他们目前的状况 大概是比例是怎么样的 婚姻 我周遭的姐妹其实有很多姐妹 她来了将近十年 但是她也一直努力的过程 然后她也发现 有的也发现说 努力是值得的 就是有被这个夫家尊重 那她就是很安心的继续走下去 那有很多姐妹 她是发现说 她努力了这么久 其实没有被尊重 也没有被夫家认同 那她很挣扎 想要决定说要不要离婚 但是她会想到小孩 那小孩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要怎么办 对所以其实离婚很多原因 对不是说只是一个数字 让我们看到一个离婚率多少而已 其实里面的原因就是 其实夫家有很多的介入 对 不管是亲戚朋友 然后小姑大姑 大伯大嫂 大家都会介入两个夫妻的一个 婚姻生活里面 种种的事情 让其实很多姐妹觉得很不舒服 对 所以你看到的 当他们婚姻开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太多的整个大家庭都介入了 对 那这个压力很大 因为她是孤单一人 对 姐妹是孤单一人 但是她还是选择说要继续就是努力看看 那到最后没有办法努力 只能走上离婚 其实很多姐妹她的新生是她不想离婚的 因为她离婚 无论是她有没有小孩的监护权 她还是一个人在过生活 对 然后她说一个人在外面过生活其实很孤单的 然后如果有小孩就跟小孩一起这样子 对 所以还是一个人就是没有娘家 没有像 没有像整个夫家 就算离婚了 先生还是在原生的家庭 还是跟爸爸妈妈一起 还是没有改变那个环境 可是姐妹是需要去面对整个环境改变的 其实在多元社会的今天 幸福家庭是每个人基本的权利 那我们怎么样去关照这些新著名的家庭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看着我们现在比较不容易就会自动下来帮忙 客人也对她慢慢都有信任